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冤孽找 想成佛 摩来考 1987年6月13日 宣化上人开示 有些人练习坐禅 一个一个星期过去 觉得很有进步 身体健康了 精神也快乐 烦恼一天比一天少 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 也没有什么忧愁 嗔恨 这是坐禅 功夫相应的表现 有的人来坐禅 则心芒意乱 妄想纷飞 愈坐愈烦躁 坐不住 本来无烦恼 现在做出烦恼来 本来不忧愁 却做出忧愁来 甚至坐在那儿打钱的妄想 打玉的妄想 或云 坐禅没有什么用 不能令我得到好名誉 或想坐禅 不如到餐馆去吃的香甜 有些人又想 倒不如在家里睡多一点 比来这里更舒服 有这两种人 有一种人是善根发现 在佛教里要扎下根 愿意修行 虽将万元一点一点放下 等到善根成熟 便成佛 另一种人 业障太重 所谓要学好 冤孽找 想成佛 磨来考 磨 乃来磨你的性 看看你是否意志坚固 是否真正想作禅 来给你一个考验 这时你不要被静转 要顺逆皆精进 欲着顺境 要往前求进步 欲着逆境 仍要往前求进步 既然知道做禅是好 无论有什么妄想 做不了 仍然要忍 这就是功夫上有进步 要发大菩提心 将来一定成佛 要用尖 成 横 三条件 来克服任何境界 尖 要有坚固心 面与任何境界 照样用功 尖 谨慎其事 对参禅至成 懇怯 不存虚似心 恒 恒常不变 我想做一件事 要始终如一 开始做禅后 要贯彻始终 彻底明白 认识本来面目 如是才能了生托死 才能达佛果菩提 大家不要忘了此三条件 不要忘了顺逆皆精进 此是到佛果之资粮和本钱 令你一定达到目的 联系